在我之前影片有提到 RDS所建议的蛋白质份量是不足够的 连最不活躍的人都需要吃高于RDS所建议的份量 但是有些人又会担心 吃太多蛋白质会不会伤神 会不会搞到纯粹揭 搞到每天都要洗神呢? Hi 大家好 我是Johnny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频道是帮你和你家人做更名字的健康选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就记得订阅和按个小铃 关于蛋白质吃太多会不会伤神这个问题? 首先我们要知道究竟多少蛋白质才为之太多呢? 大部分研究定了每公斤体重1.5克就是高蛋白质 这份评论报告收集了28个关于蛋白质和神功能的研究 发言到高蛋白饮食和低蛋白饮食或者正常蛋白饮食相比 高蛋白饮食只是每公斤1.5克以上对神功能是没有任何变化 这份报告显示高蛋白饮食甚至高到每公斤体重2.5-3.3克 比较做充分的男性对血脂肝肝和神功能都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研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一般的研究表示运动员和要增肌的人 每公斤最多2克左右蛋白质就够了 更多是没有必要和也没有帮助 那对那些有神功能问题的人又怎样呢? 听说他们不可以吃太多蛋白质 是的,神脏有问题的人是应该减少他们的蛋白质 但是要减少多少呢?吃太少又会点呢? 我找到一个很有趣的评论报告 是在2019年发布的 by the way,你在我的影片应该听过我讲 关于评论报告 评论报告其实是去收集、调查和总结已经有的研究 不是报告新的发言或者做新的研究 OK,我们回去吧 在这个评论报告中 第一个研究叫Nursus Health 是针对美国女护士所进行 他们平均每日蛋白质摄取量是75克 统计结果是有168个女士造成 年龄介乎42-68岁 研究就跟进了11年 第二个研究叫Prevent 是在荷兰举办的 平均每日蛋白质摄取量是62克 计算出来是每公斤体重1.2克蛋白质 由8400个男士和女士参与者造成 年龄介乎28-75岁 研究就跟进了7年 第三个研究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叫Rubio举办 所以报告叫Rubio 平均每日蛋白质摄取量是66克 计算出来是每公斤体重1.2克蛋白质 由4300个男士和女士参与者造成 年龄介乎18-97岁 研究跟进了16年 第一同大三图里的黑色符号显示 蛋白质摄取量在已经有神功能问题的人 再次确认有神病的人 越多蛋白质会令神功能退化得更快 而中间图只是显示一般健康人 这个和第一同大三图里的空心符号的趋势是一致的 即是说如果神功能没有问题的话 高蛋白质是OK的 但是对优神病的人就真的不好了 有些人又会问 是不是越小就越好呢? 食太小蛋白质是否OK呢? 蛋白质叫做弘量营养素 就一定不能缺少 这两个研究关于蛋白质摄取量和死亡率的关联 量后研究的第一个点是代表每公斤2.6克蛋白质 当蛋白质放入这么低的时候 死亡率增加大约35%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影响死亡率 例如没用的生活方式 抽烟、心血管疾病等等 所以其余这四个点的死亡率的趋势是不大 因此不代表食多蛋白质是会提高死亡率 但是从这两个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吃不够蛋白质和死亡率的确是有关联的 所以对于有神病的人 每日的蛋白质当然是要限制 但是又不得太低 那个评论报告最后都有提到 无论有没有神功能问题 蛋白质的摄取量不应该低于IDA所建议的每公斤0.8克 要知道的是 长期吃不够蛋白质可能会产生那么多严重的健康问题 但是对于一般没有神问题的人 你所需要的蛋白质最低是应该每公斤1克 但是又不需要高到每公斤3克 至于你要吃多少是根据你的年龄和身体目标 我在这个影片又分享五个不同组别的蛋白质需求 以及教你如何依据你的体重 计算你每日所需的蛋白质 我相信一样可以帮到你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个影片就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出去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啦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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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